天时地利人和 兵家三要素缺一不可 能得上天眷顾 是能傲立一方 名垂千时的上上千 明清两朝改朝换代之时 历史分落在硝烟中尘埃落定 在决定性的一战中 多方齐聚想要一争高下 几万铁骑本可以改写历史 却只因三日之差 错失千古 或许若是此人早抵达三日 如今的一切都要被改写 可能中国后三百年历史不是清朝 那本可能出现的另一条命运 全凭他说了算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役 三日之后 1644年4月 大顺军队在两方夹击下终究溃败 在这之前 齐玉军攻破京城 大明皇帝遥望破败山河 以身殉国 大明王朝天子守国门 君王王社稷的悲壮哀张 就此轰轰烈烈落幕 辽东吴三贵在徽师京城的路上 得知皇帝自义 决定投降归顺大顺皇帝 齐玉军总领李自成 如果就此发展 李自成将是下一个王朝的缔造者 清朝不会出现 或者说要晚上一百来年 才能打败大顺 但后来局势有变 吴三贵一改态度 决定与李自成决战 而此刻派人去接洽的李自成 还想着吴三贵投降后 自己接手两万士兵 再没有威胁 未曾想 派去的人被吴三贵打了个措手不及 李自成便生气了 打算亲自带兵到山海关解决他 这场人数悬殊的较量 虽然只有半数之差 但一方损失也在所难免 吴三贵自治与李自成打仗 胜算不大 所以从开始就打定主意要请援军 为全胜而退山海关 吴三贵请求端儿滚 带清军来援助他 而此时 清军正想办法去攻占京城 收到了吴三贵的消息后 立马掉头向山海关奔去 吴三贵的这封信 对清军来说是个惊喜 而李自成也没想到 吴三贵竟会和老冤家合作 李自成带兵前往山海关后 下令与吴三贵的军队展开战斗 其一军人多势众 辽东军自然不敌 眼看不出一天就要陷落 这边李自成正感欣喜时 对面的吴三贵 眼看清军迟迟不来 早已焦急万分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 李自成接到后方来报 清军袭击了他的军队 苦战一天后 其一军因为不及先前稳固 裂缝四下蔓延 显然撑不了多久 五万清军协同吴三贵的残余队伍 开始了对李自成的反击 其一军大败 李自成赶回京 带着军队回了西安 其实按照李自成攻打山海关的原计划来看 他其实可以提前三日到达 可就是这晚了的三日 让他与王位失之交臂 三日时间足以夺下山海关 再守株待兔 等清军送上门 可惜饥不可失失不再来 三日改变了整个历史章程 尘埃落定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山海关 吴三贵剃发归服 最终是满人入主中原 写下了历史 三日之前 李自成到底为何会晚了这三天 想必也是源于他对吴三贵的低估 还有对战局先入为主的自负 过于自负的他早就丢了严谨和大局 吴三贵与清军合作是李自成失败的直接原因 李自成最初起义成功就是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得到了人心 让处在明末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救命稻草 各州县不攻自破 但这种养民不取于民的方法毕竟只是缓兵之策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 需要开支的良想也不断增多 于是为了补充军饷军队不得不对那些地主财阀下手 用一些勉强的理由从他们手中得到钱财良草 大顺政权的另一重要人物刘宗敏 借此设立了笔响政府司 通过条令指示士兵该如何收赃 以此论赃一瓶累万 以下至七瓶累千 能即力搜尽之 不能即加研法 为了保证军队的开支 这种下策解决了齐军的燃眉之急 却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严厉的收赃工作 让军队上下对金钱财富极为敏感 也力气大增 不少人以攀比收赃数目为乐 也助长了心中的贪婪 这种风气像藤蔓一样 将大顺政权从上至下 都侵蚀寄生了一通 李自成打下北京后 也同样并未将北京当作自己的领地 而是将其看为被自己打下的一座大金库 陕我父母国也 富贵吉归故乡 吉时燕金起一一西安湖 正是这种观念 使得李自成的军队 开始了对北京的大肆抢掠 就如周皇后的父亲周葵 为其一军上交了五十万两银子 仍然没能保住一条老命 打下北京的李自成 以为如今已天下太平 却忽略了折服于外的几十万满人军队 李自成飘飘欲先 逐渐自负 连派出去和吴三桂谈判的士兵部队 也是毫无斗志 一路顺利打过来的李自成 自以为胜券在握 仓促应战后 叫带兵出城 而尚且清明的下属曾劝阻过他 主上不必兴师 招服吴三桂 许以父子封侯 仍以大国封明太子 奉明祭祀 世事朝贡 与国贤修 则一统之机可成 干戈之乱可惜以 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折中策略 却入不了李自成看不清未来的那双眼里 李自成对吴三桂招服政策的失误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纵然双方反目没能达成一致 但以起义军数量来说 若是没有清军的援助 后续的历史也可能出现另一种走向 但凡对吴三桂和清军多一些重视 也不至于慢慢悠悠在路上走个好几天 才到山海关 以清军支援之前的情况来看 吴三桂这边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李自成的军队虽然斗志不高 但胜利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4月21日当日 其义军刚刚到达 李自成在山海关下 对吴三桂下了最后通牒 又磨了许久 才派遣部署与吴三桂部队正式展开战斗 先是一片石和西罗城 接着是东罗和北翼两城 人数占优的起义军攻势猛烈 吴三桂的部队虽骁勇 但也是败多胜少 士兵伤亡无数 后路也被李自成切断 且聚守山海关北面的部队 也已向李自成投降 在这危急的情况下 吴三桂知道想扭转局势已经来不及 再拖下去自己也难逃一劫 他知晓多尔滚的部队就在山海关几里外 他数次派人送信请其来住 只是收到消息的多尔滚迟迟未动 因为多尔滚与李自成一样 对吴三桂会找他们合作这件事 抱有怀疑 虽然线下已经摸清局势 但是稳妥的还是等着双方筋疲力尽之时 坐收渔翁之力 4月22日的凌晨 山海关多地被迫 齐军虽伤亡严重 但推进依旧未停 胜利就在眼前 李自成依旧不相信吴三桂会选择归清 另一边 穷途末路的吴三桂 典骑将冠金旗 一路杀出重围 前往清军营地 吴三桂赶到多尔滚营外 请求他出兵 并愿意向清军投降 多尔滚起初还对他投降的诚意有顾虑 吴三桂则表示 若是多尔滚不愿意出兵山海关 自己也跟随他留下 再不回去了 为了让亲人信任自己 吴三桂将自己布下的性命抛于脑后 毕竟自己活下去才是重中之重 多尔滚听他如此发誓 看来不是作家 也不犹豫了 立刻下令攻打李自成的军队 准备将山海关收入囊中 接下来 吴三桂按多尔滚要求 跪地剃发表归降 而后跟随部队前往战场 清军前方 山海关在齐军的攻打下岌岌可危 眼看破城在即 李自成无比心细 可就在此刻 远处尘土飞扬 头锋手中高举白旗冲了进来 还未升起的喜悦 立刻被惶恐 交集代替 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得李自成措手不及 唾手可得的江山 在这个冒进之人手中被夺走 刚听到士兵来报清军来袭的消息 他便二话不说 上马跑路 主帅逃跑 军队煞时化作散沙 清军三路突破 直一击就拿下了胜利 自此李自成只做了42天皇帝 再没了翻盘机会 回到清城后 他火速带着自己的金银财宝 以及军队逃跑了事 历史的尘埃最后落下来了 清军和吴三桂的联合赢得了胜利 吴三桂成功被封为平西王 在明朝爵位平西伯的身份之上 再次上升了两个等级 吴三桂为表臣服之心 开始剃发一服 顺从满洲人的统治 清朝得以成功入主中原 而曾经的京城主人李自成 则是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 逃跑到了西安 此后封锁同关和寒谷关的计划 也成为了泡影 既然北方全局不可保 那又从哪里谈论保护西北干陕呢 历史的选择向来有趣 李自成以三天之差失去江山 吴三桂成了民族叛徒 但若是没有这个小小的插曲 李自成是否能抵挡得住 清军铁骑也没有定数 不知道大家对李自成的这场战役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